逆党不分区立委名单 现在造成民进党党内内讧 而且这个温度持续在升高 前国策顾问蔡有权 再开记者会反咬睡人期风暴 是吴炳锐他自己在对号入座 而遭到影射的吴炳锐 他气得二度发毒事自侵 但是蔡有权却强调 吴炳锐的事他自己是99.99%清楚 但是证据现在不能说 要上法庭才拿出来 信誓旦旦 前国策顾问蔡有权 再提民进党部分区名单中的 无姓提名人 曾睡过别人家妻女 但证据呢 当然人证一堆啊 当然一堆啊 怎么会空穴来风呢 证据有很细腻的一部分 那个到时候在法院就可以见证商了嘛 那还有新的具体的实证 那就不谈嘛 有没有新或旧的不谈嘛 媒体上门蔡有权大打太急 就是说不出具体实证 被影射到的新北市党部主委吴炳锐 再寄出毒事澄清 我说绝对没有这些东西 如果有这些东西的话 退出政坛 而且立刻自杀一些国人 我们面对的困难在当前 不要亲力亲身 知错比改 隔空交火还闹上法庭 真相尚未出炉 部分区名单已经染色 民进党中央快受不了 我们希望说部分区的争议应该就到此为止 很多部分区的争议都是因为同志的内讧 封口令无效 民进党冷处理 请当事人自清 但传出蔡英文 急着请教苏谢等前辈 该如何处理 这场内战 已经让蔡英文内伤 这就黄语曲 刘晓琪 台北报道